這組表演者非常的奇妙喔 他們是一對神仙 神雕俠侶 女生是台灣人 然後她的先生是來自巴塞隆納 西班牙人 Yoko跟冠淫這對組合YK樂團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掌聲來歡迎我們的YK樂團 好嗎 這一對美麗的神仙眷屬 這首歌呢是目前全世界公認最最最古老的一首歌曲 距今兩千多年前 正確的來說呢 為什麼它是最古老的歌曲 它是最古老而且最完整的歌曲 因為它被刻在一個大理石石碑上面 上面擁有完整的它的音符應該要唱在哪一個音高 以及它所有用古希臘文寫的歌詞 那我們的中文呢稱呼這首歌叫做 《Sikilos 墓志明》 因為它是一個在大概這麼高度的大理石的墓碑上面 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丈夫她叫Sikilos 那在她老婆過世的時候呢 她將這樣子的一個墓碑獻給了她 上面刻下了一段話跟一首歌 這首歌的下方的歌詞呢 它是這樣唱的 這首歌的下方的那個歌詞呢 它是這樣唱的 這首歌的下方的那個歌詞呢 它是這樣唱的 這首歌的下方的歌詞呢 它的意思是 當你活著的時候就好好的閃耀吧 不要為太多的事情擔心 因為人生非常非常的短 然後時間會汲取你存在 本身就會擁有的貢獻 還記得剛剛說這首歌聚近大概多久嗎 兩千多年 你們覺得好像 兩千多年前的這個歌詞在唱的 現在我都還可以聽進我的心裡面 好像跟我現在的人生都還有一點關聯 這代表著什麼 你可以解釋 OK 我們要邀請你唱這首歌 所以今天最後一首歌 邀請所有的朋友跟我們一起唱 可以嗎 我們要一起學古希臘文 你們一定可以的 回去之後你就會說我會說古希臘文 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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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OK 後來 就這樣 很簡單 我們唱最重要的那一句 讓你的生命閃耀吧 對 現在唱吧 我們開始 然後我們想要邀請所有的朋友們 將這一句話 唱進你的心裡 唱給周遭的朋友 然後唱給你覺得此時此刻 他可能不在你身邊 但是你很希望 他可以陪伴在你身邊的那個人 那個存在 然後邀請大家 可以把你手機的那個光打亮 很多的時候我們在唱歌的時候 我們好像只是唱給自己 唱給周遭的人 沒有 可是很多時候我們是唱給那一些 我們可能眼睛看不到的 我們每個人拿手機 用這個光來指點那個你想要給他聽到歌的那個人 好嗎 可以把你的手機拿出來吧 快 讓我看看 讓我看看 哪裡還有 很快 我們要一點一點 我們就像是 剛剛在第一句話所說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海裡面誕生出來的 我們從媽媽的肚子裡面 從海裡誕生出來 我們生長在這一片大地 最後我們都會回歸星辰 所以今天的這個星星 就是代表著那一個 你想要唱給他 但他現在不在你身邊的那個人 他會因為你的召喚 陪伴在你身邊 然後你要唱給他聽 告訴他 讓你的生命閃耀吧 也讓你自己的生命閃耀吧 作詞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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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作詞音樂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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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